这句话我们还要把它说清楚 同学们不能够误会 究竟最前进的事业心如何落实 也许你说我家里事情很多 我工作很多 我没有办法放下 佛家讲放下不是你所想象的 你的事情工作照做 事情做完了之后 心里就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执着了 支持明号 事情来的时候明号放下 专心办事 事情办好了 事情放下 一心念佛 这个样子佛也念好了 事也办好了 不是说事都不做了 没有这个道理 那个就与佛所说的法了 相违背了 佛常讲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世间法有没有影响 特别是华音精神讲的 离世无碍 世事无碍啊 那我们看这个许修女 你就很清楚了 你看她一天到晚 忙得不亦落伏 许多需要帮忙的人都找她 她很慈悲 从来不拒绝 总是尽心尽力帮助别人 心里面呢 一诚不然 那叫放下 换一句话说 放下什么 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扬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慢 就你放下这些 放下我念 它有正念 什么是正念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是正念 换一句话说 想自己 是故事啊 是妄想啊 想别人 是正念 是故事啊 念念为众生啊 为众生佛物啊 为众生佛物里面 决定不能忘掉 帮助众生求 你与佛的心佛的愿呢 就相应了 世间人 也有为一切众生佛物的 但是佛物里面 帮助众生佛物 帮助众生佛物 祝福了 那么你这个佛物 你所得的世间的佛报 不除三界 如果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 那就是除世间的佛报 我们说功德了 我们说功德了 不是佛德了 除世间的功德 帮助人觉悟啊 就能超越三界 不觉悟再大的佛报 你能够生到欲界天色界天 生到摩西首罗天 生到摩西首罗天 这是世间的佛报 没有开悟 没有开悟的 没有立项 开悟的人啊 立项的 我们今天要求神希望极乐世界 这个世间要放下 放下了 决定没有留念的念头 你对这个世间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还有贪恋 你就不能往生 决定没有这个念头 一切人事无 都是利益众生的 与自己毫不相关啊 中文的话常讲 了无干事 我们的善心 善愈善行 能够做得圆满 众生又福 自己不拘公啊 我的善心善行做不圆满 障碍很多 众生 富不 与我也不相干 我也没有过失 做圆满呢 没有功劳 做不圆满 没有过失 清净自在啊 这是佛法里头常讲的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做 从来没有过 中占过的 天天在做 利益众生的事业 心底清净 毫不沾染 这是佛教跟我们的 我们去看许修女 她的房间里面 我们只看到一张照片 她母亲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社会里头 不少人呢 送了她很多纪念品啊 表扬她的 她从来没有关乎 都收拾起来了 有的都丢掉了 她说她不需要这些东西啊 断卧修善呢 是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啊 不是要人家表扬我才干的 那人家不赞叹不表扬我就不做了 不是的呀 与这些事情毫不相关啊 正确的 跟 诸佛菩萨 古圣先贤的教诲 圆满的相应 这个不是少分多分 语言满的相应 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懂得 我们到底修的什么 我们修的是一心不乱 一心是真一心 我们在讲大经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多次 一心是真因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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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证得一真法界 那么由此可知 滑藏是一心 是一心所证 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所证 滑藏是一真法界 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 三心二意 不能证得 这个样说起来 那标准是很高 是很不容易做到 但是尽忠 妙就妙在 我们只要短暂时间对性 就是 平常你每一天 有个几秒钟的时间 待一心不乱 你的功夫就算不错了 慢慢这个时间就可以延长 几秒钟就可以到十几秒钟 二三十秒钟 这个短时间能做得到吗 长时间做不到 天天在养 天天在培养 几秒钟 几秒钟 那个时候 那个一刹那 也是一心不乱 就完成了 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 这是尽忠之殊胜 那表详在临终时候有把握 完全在平常放在下 所以平常对于事语 不单是法语也不例外 要看得很淡 要看得很轻 不可以过分的知识 我们容易得心的 要学着什么 什么都好 好事好 不好的事也好 好人很好 不好的人也好 你的心才会清静 与一切境远当中 真的不起分别 不生执着 你才容易对应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 正平等的果 夜心才平等 我们在前面第五院里面看到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形状 容貌 都一样 都没有差别 习同一类 为什么同一类呢 心疼 这个话 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讲经的时候 也跟诸位同学报告过几次 抗战期间 我在贵州 我同班有个同学 心脏的 心脏的 骨子小小的 抗战胜利之后 我在南京念书 我们南京班上也有一个同学 跟他不是一个人 相貌长得一样 动作也一样 所以有一天我就把他叫来 我说你有哪些长处 你有哪些毛病 他吓得下呆了 他说你怎么都知道 你会看相啊 我说我不会看相 我猜想着 过去我有一个同学 跟你面貌相同 你的动作走路的时候 都很想象 所以我就想 我那个同学的有点缺点 大概你也就错 这一说果然没错 这就证明啊 这佛在经上说的 你心相同啊 面貌就相同 夜报也相同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个个都是得一心不乱 就是得一心程度前身不一样 所以才有四图九品的差别 换一句话说 都没有妄想 都没有分别 都没有知处 心同佛心 那就是佛心啊 就是我们的真心啊 所以心同了 果报相同 果报是定居 定居 是佛家的说 佛说一切众生 可以分为三类 正定居 邪定居 不定居 这个三类啊 说一切众生 是讲一切学佛的众生 不学佛的不包括在这里 一切修行人 分这个三类 定居呢 就是说 决定得正果 为什么 它是阴正 阴纯正 将来果报一定是真实的 这就定居 四类家呢 借同一心呢 人 人一进到一心不乱了 不需求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正正果 什么样的正果呢 功夫高的 得利益先不乱 他的果报是发生大死 功夫前的 国报赐予等等 他正阿罗汉匹之佛 全教菩萨的果 因正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要具备这个条件 正定居啊 正定居啊 决定正 成正果 那么第二种叫 决定居 决定居是 它的因不正 我们常讲啊 因地不真 古照与去 因为什么不真呢 是 四相美丽 在说的前一点 自私自利的念头 没有断得干净 不管修什么法门 自私自利的念头还存在 架杂在其中 架杂在其中 这因地就不真了 国报 那要打很大的折扣 他所修习的 将来是三界福报 三界的福报到哪里去想 悲哩 那要看他的行业 善业在天上想 其次在人间想 如果他有恶业呢 如果他有恶业呢 那就在畜生道 恶鬼道里面想 孤孤不相同啊 这叫协定句 他不能成正果啊 还有一类叫不定句 不定句的人 也不少 那看缘分 他要是清净善之时 他就变成正定句 他要是清净邪之时 跟错了人了 他就变成邪定句 所以他不定 要看缘分 这种人 占大多数啊 凡是 不定句的人 跟对了老师 学对了法门 那个修学这个进宗法门 他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变成正定句了 不定就变成正定了 不定就变成正定了 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生 决定正得五无上菩提 本经所说的 解释阿维悦智菩萨 阿维悦智菩萨 《弥陀经》上讲的 阿彼八支 这是凡与应语 完全相同 意思 不退转 这个不退转呢 祖师大德在诸节里面讲的 云阵三不退 这还得了吗 语言正三不退 语言正三不退 世尊在《一般大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七地以上的菩萨 才能语言正三不退 这行识 西方世界的书生 踏荒诸佛察徒不能为比 西方世界 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的人 生到极乐世界 也是阿维悦智菩萨 说明 畏意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真正不可思议 读到这一节经文 释迦牟尼佛 我明白地告诉我们 他老人家告诉我们 就是代表 社方一切祝福 同时教会我们 这话还能错得了吗 凭这个教会 我们就要发心 飞到西方不空 飞去不空 为什么呢 太殊胜了 这个缘分到哪里去找啊 我们今天讲机会 这个机会 别的地方找不到啊 哪一个法门 要想做阿维悦智菩萨 在经上讲的时候 至少要修两个二生七节 两个二生七节 还是发生大事 从原教初注 开始啊 不是我们凡夫啊 我们凡夫 不晓得修到哪一节 才能够达到这个地位 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一生就成就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一定要清楚的 这一次的机会 这一次的机会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 这一日啊 唯有清楚明了 他才会珍惜 才不会把这个机会 轻易放过 都要知道 世间 种种法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们要把时间 精力浪费在那个地方 可惜 太可惜了 不但追求释法 你可惜了 追求佛法 其他的法门 也可惜了 为什么呢? 这一次不能听见 充其量的人 天佛报 不能处理三界 岂不是可惜吗? 末发时期众生 要想在一生当中 圆满菩提 只有这个法门 只有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当三成就 世尊在今天里面 免离我们的话太多了 再看下面的语 用力热闹 先得清凉 左手快乐 再看下面的语言 这一语言 是《落入漏尽日》 第三语言 西方世界称为极乐 意思在这个地方 显示出来了 用力热闹 这个热闹是指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不但人间 天上也不例外 天上也不例外 天上包括世界的四场 甚至于 甚至于 再往大说 包括了四孔天 这叫六道所有众生 都有烦恼啊 只是烦恼轻重不一样啊 身热心脑啊 身热心脑啊 身有苦受啊 心有忧虑啊 所以称之为热闹 《法华经》里面说 一三苦固 于生死中受诸热闹 众生的苦太多太多了 佛将一切苦分为三类 欲界的众生 这三味苦统统具足 包括些缺水 八苦交接难 坏苦 贫苦 我们统统具足 那么到色界天人呢 他烦恼轻了 这个罢苦没有了 但是他有坏苦 因为他有色相 受命中疗的时候 这个色相要坏啊 坏的时候他就感到苦了 色相没有坏的时候 他没有苦受 色相将要坏的时候 他有苦受 所以还是离不开啊 五无色界天人 身都不要了 所以坏苦没有了 但是他有辛苦 什么叫辛苦呢 他的境界不能够永恒地保持 六道里面 功夫最好的 飞翔飞飞翔天人 这个定功神啊 定的时间长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八万大吉 这个时间不可思议 一个大吉 一个大吉 是我们这个世界 一次沉住坏空 叫一个大吉 换一句话 换一句话 我们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八万次 他的寿命才到 这种无色界天人 但是 八万大吉 我们看起来太长了 可是在无尽的时空里面 他还是很短暂的 他不算长啊 定身掉的时候 又要堕落轮回 不究竟啊 不圆满啊 这叫辛苦 所以佛在法法会上说 三界火灯啊 三界痛苦啊 觉悟的人呢 要发现处理三界 处理三界 处理三界 以我们的根性来说 最好的方法 念佛求生净土 只要我们在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万缘放下 一心念佛 主要记住这个念 念不一定是口念 念是什么呢 念是心上真有 也就是说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事都不走心 你就等于心不乱 你就功夫成片 换一句话说呢 你就肯定往生 什么时候往生呢 我再给诸位说 随意自在 什么时候想往生 什么时候都能往生 只要你功夫到达这个境界 生死自在了 没有丝毫地又说了 想去 我这个寿命还有 还没有尽 不要紧 可以提前去 看到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多 发了慈悲心 还想帮助大众 寿命已经尽了 不要紧 可以延长 这就叫生死自在啊 所以只要诸位的一心 生死自在 生死自在叫了生死 生死对你没有障碍了 你用力热闹了 心得清凉 这个清凉就是我们讲的 清净心 平等心 今天 我们祈求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社会安定 自古以来 一切众生都在这儿祈求啊 都在这儿祈祷啊 为什么世界还是这样乱 为什么世界还是这样乱 为什么和平永远不能实现 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要追究啊 要反省 要坚定 我们祈求和平 天天喊和平 和平的根没得到 所以和平永远得不到 和平和平的根 和平的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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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r 你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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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osion 这样 呢 要不平,和平,永远得不到。 和平的定义,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我们所需求的,大家能和睦相处。 为什么不能和睦,不平等? 所以,一定要平等对待,和平就落实了。 佛家教我们,实在讲,地堂阔就是教人。 你看,我们一见山门,走进山门,面对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是教我们和平。 弥勒菩萨是和平的象征。 你看,和,一团和气。 满面笑容,和。 平是什么呢? 平等待人。 表现的是,大度能容。 能包容。 平等待人。 所以,古德对弥勒菩萨有两句话。 教我们。 生平等心,成喜悦像。 不带火上造像,教我们这两句话。 我们要生平等心。 自自然然流露出来是喜悦的象。 常生欢喜。 常信喜悦像。 我们把和平的梗找到了。 所以,决定没有搞笑,没有分别。 我对待其他这些宗教灵修们。 我跟他们讲和平的根。 我这么说话。 我说,你们所崇拜的上帝,崇拜的神。 我心目当中都是佛陀。 祝福如来地化身。 我离尽祝福,对你们上帝,对你们崇拜的神。 我跟对佛陀一样地离尽。 我有根据啊。 要从你的角度上来看呢? 你敬念的是上帝。 佛菩萨也是上帝的化身。 我们不就摆平了吗? 我看你是佛陀的化身。 你看我上帝的化身,就平了。 这是和平的基础啊。 这是和平的根本啊。 如果我比你好,你不如我,永远摆不平。 和平永远这是个口号,绝点不可能落实。 所以我们看所有宗教里头崇拜的神明,都看作是祝福如来。 他们看我们佛教里供奉的祝福菩萨,都是上帝神圣的化身。 我们的离尽,称赞,供养,绝定没有分别。 绝定没有执着,和平就落实了。 所以我们常想,和平教了几千年,都还是不断地在动乱。 而且动乱一天比一天扩张。 所以我们今天祈祷和平,要把和平的根本找到。 理论依据着了。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地来修习。 就证自己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共高谋慢的错误。 以前总觉得,我们学佛的人,佛高啊,他们都是邪教啊。 基督教、天主教,他们唯一的真神啊,佛教是魔鬼啊。 这怎么能摆得平呢? 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动乱呢? 我们今天把这个和平的根找到了。 说佛也好,说菩萨也好,说上帝也好,说众神也好,都是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叫的名字不一样。 其实是一种事情。 一个真理。 一个真神,在佛家讲,一个自信。 这不就摆平了。 这不就摆平了。 佛华第一。 基督教也第一。 天主教也第一。 伊斯兰也第一。 印度教也第一。 各国第一。 没有第二。 我们有这个理念。 这个认知。 这是和平有根的。 我们真的走向和平的大陆了。 如果没有这个理念。 没有这个认知。 和平还是一句口号。 社会还是永远在动乱。 我们的日子还是个苦日子。 佛教给我们要有智慧,要去找根本。 跟着出来之后,一交封信。 心就得清亮了。 心尽心,生智慧。 《金刚经》上说的,信心亲近,则生是相。 所以我们要生智慧,不能生烦恼。 不平,你就生烦恼。 心平了,就生智慧。 清净,平等,生智慧。 我们要觉悟。 不可以再污染。 我们的污染已经相当严重了。 什么是污染呢? 自私自利是污染。 贪嗔吃慢是污染。 是非人物是污染。 所有一切污染,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 恢复到清净。 清净就是平等。 平等就是清净。 然后才能得清净自在。 速速快乐。 这是讲你的感受。 这个快乐,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我们今天所讲的乐,苦乐相对的乐。 这个不是真乐。 他们所说的乐,苦乐两边都没有了。 那叫真乐。 我们这个有苦有乐,那个乐不是真乐。 那个乐叫坏苦。 必须苦乐两边都离开。 这个乐是真乐。 极乐世界的乐是苦乐两边都没有。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极乐世界很快乐,到那里去享乐去了。 你错了。 那乐还是烦恼。 你把极乐世界看成我们凡复世界了。 所以他底下一句话说得好啊。 有如漏尽比丘啊。 漏尽比丘啊。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因为你有烦恼,你的智慧也漏掉了。 智慧没有了。 功德没有了。 所以佛用漏来做个比喻。 像我们这个茶杯。 茶杯如果有破损,有个洞的话,里面装的东西不都漏掉了。 智慧也功德发财全漏掉了。 无漏,它是完好的。 是比于这个。 你的智慧、功德圆圆满满,没有确实称之为无漏。 消臣阿罗汉。 无漏了。 见思翻到断了。 这个称无漏比丘。 在大乘法里面, 我们在大乘境上常常看到大比丘。 大比丘是大乘的无漏。 什么地位呢? 法云地的菩萨。 法云地的菩萨也称作大比丘。 通常我们讲的实地菩萨。 实地的菩萨。 他们享受的快乐。 我们怎么会知道? 没有法子想象啊。 在华眼里面,佛有过轻描淡心。 清凉大师也有给我们提示。 我们总得细心去体会。 清凉讲无障碍的法界。 理无碍。 世出世界。 万事万无的道理, 它完全通达了。 没有障碍了。 世出世界。 无量无边的世相。 它也圆满通达明了。 世没有障碍了。 再深入一层, 离跟世没有障碍。 离不爱世,世不爱离。 离世无碍。 达到落实的生活受用。 世事无碍。 是什么境界? 究竟圆满的和平境界。 世事无碍。 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在经典里面, 所看到的法神菩萨。 世法界里面, 佛菩萨, 我们讲四圣。 圣文言诀。 菩萨佛。 摄法界里面的佛。 它们只能够达到离世无碍。 还不能够世事无碍。 所以它那个落不是极落。 世事无碍才叫极落。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 佛子里面的极落怎么讲话呢? 法神大士到四肆无碍才叫极落。 这时漏进比丘他的落手。 那我们要问。 法神大士这个境界,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得到? 当然是肯定的。 决定能得到。 为什么我说得这么肯定呢? 因为佛说法不妄于。 经干经上佛所说的。 如来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狂于者。 那我们凭这个, 我们就能体会到。 凡是我们这个世间人修行不能够达到的, 佛决定不输。 佛要说了, 那是狂我们。 我们做不到。 凡是佛在这个世界上所宣说的, 都是我们可以办得到的。 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干。 怎么干法呢? 依照金刚经上的教诲去做。 你就打到。 我举金刚经。 金刚经是中国人最喜欢读的一部经。 修学读诵最普遍的一部经。 金刚经的宗旨。 立一相修善。 立一切相修一切善。 你就能达到死死无碍啊。 所以我举的这个, 举着这一位老修女。 他纵然是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我们可以说, 他达到了相似的境界。 天台大司讲的六级, 他是相似位。 那我肯定啊。 不实分正位, 决定也是相似位。 相似位是什么境界? 是法界里面四身法界的境界。 是法界里面四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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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界。 是法界里面四身法界里面四身法界里面四身法界。 我们很快就能够歧入这个境界。 可见的就是, 它是法界里面四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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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界。 每一天读读, 研究讨论, 不肯认真去做, 永远没有办法到的 总而言之 我们要真正发现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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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